第三十三集 因为极度的愤然 平老夫人呼吱呼吱地喘着气 一张脸紫杖地扭曲 这是天大的福分啊 是一飞冲天 鸡犬可生天的福分啊 可这贱人 这该杀千刀的贱货 竟然一点也不知道珍惜 竟把他生生地推了出去 这贱货 这贱货 平老夫人咬着牙齿咯咯作响 好一会儿 她的喉咙发出一阵嘎音 咬牙切齿地喝道 那贱货呢 马上叫人把他拖回来 平老夫人脸色猙獰恶毒 既然他有福不会想 那还留着他做什么 拖回来 大傻了事 竟是一句话 便想决定 卢云的生死 说到这里后 平老夫人还不解恨 又冷声喝道 还有卢云那蠢才也是一样 一起拖回来 全部打杀了事 可是老夫人 站在他面前的管事 一脸为难 他低声说道 当时冯夫人 当时冯夫人曾经问过要不要教训卢氏 那贵人回了一个滚字 那贵人回了一个滚字 这是什么意思 平老夫人 平老夫人真忠忠 那管事又说道 刚才小人把此事禀告了平公 平公说 那剑火得罪的是那个贵人 如何处置他 当由那贵人决定 平公以为 那个滚字 说明那贵人还没有想好 或许还有不舍之心 他让小人告诉老夫人 我们平时 还是静观其变的好 就让下面的人 去与那楼市旅来往 多余的动作就没必要了 听到这里 平老夫人沉思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他点了点头 闲悟地说道 那就暂时放过那个贱物 说是这样说 平老夫人却觉得 胸口有一阵恶气 无法发现 像他们平时 在这汉阳一地 窝了多少年 自从陛下一统天下后 他们就琢磨着 冲出汉阳 可冲出汉阳谈何容易 整个平氏一族 年年举秀才 举笑脸 可那些子弟的名额 一到成都 便简简单单地被人打落下来 连个洛阳都到不了 还谈什么惊动陛下 这股窝团气 他们忍了好些年 他无数次在脑海中幻想 有朝一日 平氏一飞冲天了 一定要找那些打落过平氏子弟的人出口恶气 平氏能在汉阳成为一霸 也就能在成都成为一霸 这次那贵人来到汉阳 要说汉阳成的父户谁最高兴 那莫过于他们平氏一族了 可他们派出那么多姑子 明里暗里地与那贵人巧遇 可那贵人正眼看过谁 正如六姑子所说的 那贵人自身容颜便胜过天人 汉阳一地 举城无一人能与他媲美 他哪里会看得上 长相连他自己也比不上的女人 就在他们失望了 以为这次又是无望时 听到了那贵人 或许对卢盈有好感的消息 为了这个消息 他们在那遗园中 撒了好些眼线 可恨那些人自视甚高 为了拉拢他们 平氏的钱财是大把大把的撒 好不容易确认了那贵人 是针对卢氏阿盈有了好感 他们还没来得及动作呢 那贱婢就闹出这么一下 寻思到这里 平氏夫人只恨不得 马上把卢盈抓出来 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让那蠢物知道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可是 现在不能怒 一切还有转机 现在还不能怒 总算一切都在自己的算计当中 一出遗言 卢盈便松了一口气 只是在松一口气的同时 不免有点遗憾 经过这么一闹 前阵子接纳贵人给弟弟造的事 已是白费了 不过 反正弟弟还小 既然解决了当务之急 他总有一天能想出法子 让弟弟轻云直上 回到家中 幽深的巷道 依然一片安静 两侧的围墙里 时不时传来一阵欢笑声 听着那欢笑声 卢盈不由想到父母还在时 那时候 父亲对姐弟俩的要求很严 特别是礼仪方面 稍有懈怠便是一阵呵斥 只可惜 父亲死得早 如果他活久一点 自己的举止风仪 肯定不在贵人之下 寻思到这里 卢盈摇了摇头 父母顾去得早 损失的岂止是这些 从他们离去起 他与弟弟 便是无根之平 无缘之水 任何人想踩 便可以随便踩上几脚 如那平氏老夫人 不就是如此 不过这世间诸事 便是这样 你可以算计别人 但是 在算计别人的同时 你也得防着他人 算计你才是 一匹狼 是势单力孤了些 可只要找准时机 咬对位置 说不定一口就可以 咬倒一个庞然大物 至少 经过这么一曲 他得到了时间 和缓冲不适 想着想着 卢盈唇一勾 垂下眸子 掩去眸中的冷衣 回到房中 晃回女装 暂时得到安宁的 卢盈放松下来 他仰躺在院中的 榕树下 时不时地看一眼竹简 再回味一边 其中的寒意 偶尔发发呆 这般羊头望去 这跟把整个宅子 都掩在其中的榕树 老叶夹着新叶 浓绿掺着浅绿 阳光斑驳路离中 那荣荣浅绿 似有着无穷的活力 这时 隔壁阴府的宅子里 传来一阵哄笑声 这些哄笑声 与往时不同 夹着众多的男子声音 仿佛正有什么聚会一般 这种热闹 是卢盈从没有体会过的 他侧了侧头 宁眉盯着那面墙 想着 英彻那人来历不凡 本身学识过人 要是阿云与他走得近 也许能得到些好处 转眼 他又摇了摇头 这世子交往 全凭本心 阿云年纪比英彻小了几岁 根本谈不到 一块去 便是英彻看在自己的面子上 待他好 可也抵不过 英氏那样的大家子 明里暗里的算计 还是隔远些好 就在卢盈胡思乱想时 隔壁于喧闹中 突然传来一个清晰的叫声 阿彻 过去就是卢小弟的居住 不如等他放学 叫他一道过来 叙叙可好 正是那王姓少年的声音 另一个少年也叫他 是啊 好些天没有见到卢小弟 怪想他的 卢小弟疯子过人 实是让人仰慕啊 在这清朗的说话声中 卢盈听到英彻 轻烈的声音传来 他最近不在 说是跟着先生游学去了 英彻这话一出 那两个少年发出一阵哀嚎 不过转眼 这哀嚎又变成了打闹声 过不了一个时辰 音符变得清静了 而在树下读书的卢盈 听到一个压低的叫唤声传来 阿盈 阿盈 卢盈回头 他对上了爬在围墙上的英彻 英彻长爬的这面墙 靠着一棵大树 而他只要挪一挪 身影便可以被树干挡去大半 让英府的人 发现不了他的存在 此刻 少年坐在墙头 头顶上的苦练树 垂下一压压 一串串 粉色的白色的小花包 风一吹来 便有好一些 含乐在他的肩膀上 脸上 这时春风摇曳 繁花落如雪 染在少年的素色景衣上 给少年俊美的脸庞 和奇长的身影 平添了几分美好 和遥远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凤月无边 作者林嘉诚 演播太太子 录音走到墙下 仰着头 乌黑乌黑的毛子 定定地看着他 等着他说话 对上他这样的目光 刹那间 阴彻的眼神中 闪过一抹 说不出的欢喜和痴迷 转眼 那欢喜 又完全换成了失落 和隐隐的悲伤 两人傻傻地 对视了一会儿 卢营轻声说道 你父母来消息了 欲言又止地 音彻一睁 哑声问道 你怎么知道 他当然知道 他用这种失落 悲伤的眼神 看他 不是他的父母 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还能是什么 虽然是意料当中 可卢营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失落 他想 这个阴彻 真的会是良配 可惜 轮不到他 阴彻脱口问出后 见卢营不答 只是眨着那长长的睫毛底 乌黑水润的毛子望着自己 他的眼睛 与他的人一样 看似清冷 却有着坚定 陡然的 心彻感到胸口 说不出的难受 仿佛有什么压在那里 令他呼吸都困难起来 他抓了抓胸 抿着唇 哑声说道 阿盈 我会继续想法子的 你 你别 你别放弃我 卢营吹眸 见他那长长的睫毛 在眼睛下盖出一个弧形阴影 轻力的少女 在此时说不出的孤寂 英彻发现自己的眼睛 一阵酸涩 他侧过头 让自己吹了吹风 好一会儿才转过头来 沙哑着声音说道 阿盈 那个遗员来课的事 我也听到了 他双唇抿成线 坚定而认真地对卢营说道 我一定会加快的 顿了顿 他咬紧牙关说道 你别怕他 我会帮你 我不怕他 卢营摇头 他抬头看着坐在花雨中的少年 见他的鼻尖上 挂着几朵碎花包 手一仰 竟想帮他扶了去 当然 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动作 束手而立 身姿笔直地 卢营转过头 慢慢说道 有些事 不可强求 他是要拒绝吗 他这是拒绝吗 一股难以形容的悲痛 涌入少年胸口 他那抓着树枝的手指 这瞬间因用力过猛 都泛着清白 少年水墨熏染出的毛子泛着红 他定定着盯着卢营 认真地说道 阿营你听我说 我爷爷向来宠我 他会应成我的 我一定有法子让他应成的 他语气急迫 卢营想对他说 这都是无用功 可这话在他对上少年发红的眼圈时 说不出口了 好一会儿 他点了点头 滴滴说道 我不想留在汉阳 不会在此地定下婚约 他这话的意思是说 他近期不会订婚 一句话说完 卢营挺直腰背 转身而回 望着卢营那幽美而又总是冷漠着的身影 阴彻久久无法移开目光 又到了傍晚了 今天卢营没有写两个字 不过早就把饭菜准备得差不多的他 还是准备去接回弟弟 他要告诉弟弟 暂时不必担心 平府会对他们做出不利之事 卢营刚刚走出巷子 便看到一个少年 鬼头鬼脑的 向巷子里看来 在探头探脑了好几遍之后 那少年一眼看到了 缓步走来的卢营 顿时双眼一亮 木呆呆看着卢营越走越近 等到他越过他走出几十步后 少年跟了上去 卢营走着走着 见四周偏近了些 便停下脚步回过头来 乌黑的眸子 静静地盯着那少年 卢营淡淡问道 狼君可是有事 只是一句极为普通的问话 少年却是仗得脸孔通红 眼前这个手足 不知往哪里摆放的少年郎 看起来十六七岁的年纪 身材瘦长瘦长 脸色透着种 少年人常有的暗色 他眉毛深浓 两眉之间间距极短 眼睛微现 看人时微微眯起 显然视力不太好 这少年 卢营确实实得的 他家离平府不远 听说与王大善人家是远亲 说起来 他家之于王大善人家 便如卢营 之于平时一样 不同的是 他父母俱在 而且他那母亲 听说有点 精明苛刻 感觉到 我见过 我见过你弟弟 他 他同意我 我母亲也同意 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 他一个箭步冲到卢营面前堵住他 张红着脸 眼巴巴的看着他说 阿营 我明天就让母亲 叫没人来提亲可好 提亲 卢营抬头 他静静地看着少年 看着在他的目光下 越发手足无措 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少年 卢营问道 我弟 是什么时候同意的 啊 也 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那时你刚退婚 我拦着你弟弟说了 他很高兴 似乎卢营提过这么一回事 卢营没有寻思 他点了点头 淡淡问道 因何此时才来提亲 我 我母亲不同意 不过阿营 我已经说服了我母亲 他说了 你能赚钱养家 很厉害呢 其实是还勉强吧 说着说着 少年兴奋起来 他目不转睛看着卢营 侯杰连连滚动了几下后 丢下一句 我过两天就叫没人上门 说吧 不等卢营回话 一溜烟跑得远了 卢营看着少年 跑得老远的身影 醋眉寻思起来 卢营一放学 便看到姐姐在门外候着 便摇晃着脑袋 跑到了他身边 姐姐 少年连眉梢也是带笑的 看到弟弟如此开心 卢营倒是一睁 转眼他笑道 你知道了 嗯 听说了 卢营笑得双眼眯成一线 低声说道 下午时 我那些同窗 背着我议论着 看到我走来 一个个也不像以前 那么靠近 还避得远远的 他们生怕我不知道 还故意在旁边说什么 他姐姐命大 那是不知好歹的话 姐姐 他们都说得那么明显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 歪着头看着卢营 卢营一点也没有从 大受欢迎 到被同窗排斥的烦恼 反而满心满眼都是喜悦 以及对自家姐姐的叹服 姐 是不是你的麻烦解决了 那平时不会再找我们了吧 姐 你是用了什么法子 我听那些人说 他们都替你捏了一把汗呢 姐姐你真聪明 卢营忍不住也笑起来 她暗暗想到 前阵子这些妇户 还不曾如此消息灵通 这一次怎么传得这么快 莫非 那贵人另有什么算盘 与那贵人打过几次交道后 饶恕卢营感觉十分敏锐 且琢磨不透那个贵人 不过按照常理 如他那样身居高位的人 对于身边之人的管教 自会有一套严格的标准 而那贵人的壁仆们 纵使外围的 有贪权弄财之辈 能接近贵人审判的 断然不会是眼光短浅 阴晓之大之人 所以 卢营一听到他得罪那贵人的消息 这么快 便传得满城都是 下意识中便觉得 多半是那个贵人 自己泄露的 怎么能看